哈哈 大家好我是小鳳啊 今天我们又开始下河期 网鱼了 昨天呢柯柯呢 钓到鱼塘 钓到那个河里面去了 今天我一定要格外小心 格外小心 水水水水 哇我水了 看了 好多朋友来哦 好多五湖四海的朋友过来 看我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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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起去抓鱼一起去抓鱼 一起去抓鱼 有口服啊你们 来到这里就来 你看 哈喽 用不用再来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放了可以 我们下去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措施 穿好这个衣服 穿好裤子先小鳳 裤子本来就已经穿了 裤子本来就已经穿了 衣服 小心哦不要掉下水 我很深的 我这 肯定啦我不会踩这个的 这个很松的 这个是以前钉的很松的 这个就经常水上面 很多网友说到飘了 那肯定啦 上来 我们这里有一条河 每天都在河上面飘来飘去 上来上来 哈哈 他想英雄救美 这里看得到底的呢 这里2米3左右 来啦 抓鱼咯 喂 你们拉高一点啊 不够高啊 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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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来了几位 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所以说必须要搞一些土货给他们吃 这个位置呢就是把它一分为二了 然后呢小鳳说这边多 我说那边多 那个不耐用的 用这个板来 那个等一下就断了 很容易快 现在退不了了 断了等下抓不到 你要在这里往抓是不是 对啊 开始 你要打横 对的横着来 停 哇 哇 有条链鱼 哇 有条链鱼 哇 这条链鱼 这条链鱼 这条链鱼过来了 绝对有分的 可惜我们看不到 哇 有没有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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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得了得了 这条有分的 大木 哈哈 好大 有一条 一口吃就完了 那马上小链鱼 今天没有了 这边这链鱼现在抓完了 现在抓到这边这一链 小凤 刚才你说是这一链鱼 还是那一链鱼 我说这一链鱼 小凤很聪明 为什么这一链鱼 因为你这边人 藏这个鱼往那边跑 嗯 哦 一边压一边放 一边压一边放 哦 我觉得应该是罗飞吧 应该是水鱼吧 水鱼 哦 真的有 哇 哦 好大条哦 喂 哦 要稳住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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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哇 你看 这是什么鱼 草鱼 哎呦 应该有两斤吧 应该两斤多 哇 哎呀 真是的 哎呦 还好钓到这个网里面 哎呦 不要搞钓到外面去了 找不了 找不了 哎呀 哇 哎呀 挺漂亮的 哎 哎呦 你看 哎呦很生猛的 哦 哦 这条是瘦的 肯定是晚上不睡觉的 这条鱼 别瘦是吧 哎 哎 哎 得了 好多小鱼 是啊 就这样了 这个小的给鸡吃 嗯 起来 哦 慢慢的 它就沉了 不用管它 这两个 等一下我们拿点料 放在中间 那个鱼呢 那个灯那里 放在灯那里 还有你们想要多点鲤鱼草 草鱼就来 就钓点青菜在那里 嗯 就长点钓青菜在那里 钓在 它习惯的忽然在那里 钓在那个灯是吧 钓在灯底下 青菜 不会它不会飘走 那青菜 它喜欢那个草鱼 喜欢吃草 可以啊 喜欢吃草的 它肯定会来 啊 下次来来肯定有很大的 收获 收获满 哇 光哥你那么享受 哎你以为啊 光哥我上了 上来 你要把他踢走 哦 三斤左右 看到没有 跑出来的 草鱼 野货野货 这个是放网这么久 第一次收获这么大条的 昨天收获的是那个糖角鱼 哎 昨天还有一大黄萨 哦黄萨 看 它香了 可能是你敲对它了 这里有点香了 它可能是在那个网 出不来的弄 撞 它可能 它可能是撞到了 痣穿了 哇 太小了 这条鲰鱼 先放在这里养一下吧 你慢点丢吧 要吓死我了 它太滑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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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